华为有多艰难呢 任正非曾经公开承认过说 下一个倒下的一定是华为 而今天的华为面对的又是一个怎样的内忧外患呢 外部环境那是被围追堵截举步为奸 甚至华为作为5G设备的制造商之一 刚发售的新手机居然还不支持5G 而内部呢矛盾重重 华为一年砸出了千亿信心满满的做研发 结果搞出了个让基层员工愤怒的 想要炸掉的研发金字塔 这是怎么回事 16年华为内部论坛上 一篇名为华为到了该炸掉研发金字塔的时候了 横空出世 掀起了一波大讨论 这篇文章直指华为在开发软件上的几大罪 第一专家居然不碰代码 升职加薪全靠写PPT和给上级安全码后 二呢开发者没有前途 聪明人都在围上 第三呢一线的开发人员呢 需要接受多头指挥 组织结构特别复杂 流程也很冗长 白天有开不完的会 到了晚上才有空来携带吗 当时任正非看完之后是什么反应呢 是把这个匿名作者找出来 然后送到非洲去吗 当然不是了 是什么呢 有道理 但炸掉就有点过火 改进最好是小步前进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年的华为是正值巅峰 手机业务稍微发发力 做到中国第一 营收5200亿 那是当年BAT加起来的两倍 但是五年后的今天 风光不在的华为 上面提到的那三个问题 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逼得任正非再度签发了这篇文章 亲自写下了给所有员工的批语 那就是在技术工作的客气 是毒品 直面的批评争论才是两要 咱们用大白话来解释 那就是假人们呢 别再搞那套客套的东西了 真的干事 咱们就直接的来 有资深的华为人评论 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任正非是不是又要割华为的命了 为什么是又呢 因为在类似环境之下 华为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玩 90年代 张显土豪身份地位的是什么东西呢 大哥大 价格最高的时候 炒到过5万块钱一步 这价格在当年 能在二三线城市买一套房了 但是这个大哥大 无论是从生产 还是到能让他通话的一记网络 对 那个时候才一记啊 都是被什么爱立信啊 摩托罗拉给控制 所以啊 庞大的中国通信的市场 居然是被老外拔着门 于是在1994年 华为呢也特别干脆就表态了 说别人呢 那是靠不住的 哥们我自己要杀出一条血路 那怎么杀呀 得有人呢 为了让队伍有战斗力啊 当时老人呢 那是不断给员工们反复讲 说要进步就得不要脸 要有英雄带头冲锋 而也恰好在那几年呢 大量的工程师响应号召 去支援民营企业 天南海北汇聚于深圳 这片热土之上 让华为在那个时候 吃足了人才红利的甜头 现在问题解决了 不愁没英雄 可问题是英雄太多了 居然也给华为出了个大难题 在那几年呢 华为内部的工作热情 是非常狂热的 但是看上去很忙 实际结果呢 却感觉没什么条理 你想啊 做产品做技术的那些大佬 经常是按照自己的喜好 来做产品 客户发好人卡 那是有求必应 也不管客户的需求啊 自己家团队到底难不能实现 反正只要客户改张嘴 好销售的就敢答应 与时矛盾出来了呀 那个时候 研发主管和市场部吵架 那是常态 隔空打电话互喷 一个月花掉大几千的电话费 也不是没有 所以大难题就摆在了华为面前 管理混乱 而就因为这个混乱 差点就在当年把华为给玩死了 当时他们的产品 其实交付率只有50% 而同期外国巨头高达94% 这对于一个在97年已经营收41亿 员工超过5600人的 巨大规模公司来讲 那是不可接受的 当时的任正非 心里那叫一个感慨 哎呀这队伍也大了 这真是不好带呀 所以在别人看来 当年的华为 那是中国电子百强榜的前十名 可内部很多人都明白 当时的华为几乎就是个大号作反 于是在97年底 任正非下定决心 改革远渡重洋 去美国找最好的企业学习管理 最终认定的学习对象是谁呀 IBM 这很多假人们就搞不懂了 别玩了啊 你干嘛不找什么微软啊 苹果啊 你找去个后来把PC业务 卖给联想的IBM 哈哈哈哈 假人哪 不是你听说过 直接的竞争对手 认真教你的吗 那为什么找IBM呢 人家不一样啊 双方的主营业务不同 但是又都是搞硬件的 所以啊 只要条件给够 人家至少不会藏着掖着 再说了 早年呢 IBM也是出了名的管理混乱僵化呀 就是靠管理改革走出颓势 所以说这个样本 几乎那就是华为的私人定制 那IBM答应了没有啊 人家根本不客气啊 说了 假人们呢 啊 你要学我纵横江湖的绝招 什么的问题啊 价格也不高 20亿人民币 手把手教你5个疗程 就是5年 爱学不学 当时同行的人都吓傻了 20亿的天价 买个管理课啊 你这已经不是割韭菜了 你是把整个韭菜地 直接打包带走啊 可是没想到 任正非嫁到没还 直接同意了 理由也很简单 来都来了 还还价 最后人不肯好好教 是不是白来了 这是什么 格局 格局大了 于是回国之后啊 任正非写了一篇 很多人都熟知的文章 叫做 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什么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除了这篇文章之外 他的另外两个思考 也奠定了华为的发展 一呢 是华为一切发展 都要以面向客户为基础 二呢 是要培养前方善战的狼 同时也要提拔 后方会统筹管理的背 哎呀 虽然很多家人们就说 你这比喻真的难听啊 那四字成语 脱口要出 这是不好意思讲 但是道理嘛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1998年 50名IBM的顾问呢 入住了华为 任正非抽掉了 300名业务部干 配合杨顾问工作 当时有没有阻力啊 哎呦啦 啊 基层员工不理解 部分高管看不惯 那当时气得 任正非直接在动员大会上 拍着桌子就喊啊 谁要是抵触这次变革 谁就得离开华为 嗯 想起什么了 三国年代 东吴孙权 一剑砍了桌子一脚 再有言 想草者有如此案 哎 你说那桌子做错啥了 紧接着呢 任正非就把半层写字楼 专门装修成了IBM的风 美国人常用的 什么咖啡机微波炉 也给一应俱全了 就连呢 洗手间的蹲坑 也都给换成了抽水马桶 一来呢 是表达出足够的诚意 二来还有一层意思 就是把环境啊 整得跟你们老家一样 你们几位啊 也就别想家了 安心帮我们改革吧 那这场将要耗时 五年的管理革命 真的有用吗 当时任正非毫无底气 因为这期间 华为正经历着 最刺骨的寒风 当时中国正处于 从一级到二级 转变的关键时刻 可国内电信市场的订单 都几乎被国外巨头抢下 华为呢 连汤都没喝上一口 然后这打击又接踵而至 先是华为 几乎确定的接班人李一南 居然选择离开 变成了竞争对手 再接着任正非母亲 出车祸离世 他自己也动了两次癌症手术 任正非身心俱疲 陷入了严重意义 而这个时候的老人 真是感觉 人要倒霉起来 喝牙缝都会塞凉水 但怎么办呢 转机在哪呢 请听下回